女孩手机被盗气不成声,民警快速破案时期破体微笑,我的手机被人偷了,9月9日11时许,一名二十余岁的女孩哭着来到了池州市公安局惠池分局秋江派出所,民警细心安抚并询问情况,经了解,该女孩名叫陈某某,惠池区秋江街道人,当日上午时时许,陈某某将自己的手机放在了家中客厅,然后到屋后坐视,民警迅速展开调查, 经走访并结合手机防盗定位功能,很快发现一名女子有重大作案嫌疑,该女子就在陈某某家附近,手机定位显示被盗手机就在其身边,民警果断上前控制住该女子,随后从其左脚鞋里搜出来一部手机,经确认,系陈某某被盗手机,事后民警将手机交还给陈某某,并嘱咐其好好保管,面对失而复得的手机,陈某某不住地向民警道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